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江苏徐州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它就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后面 这里呢就是楚王王后的陵 新汉呢采取的是夫妻同营异学 王和他的王后呢 他是在一个营区之内 但是不在一个墓穴 我们进去看一下 汉陵遗乡 前面所看那个狮子山楚王陵 他的王后呢和他不是在一座山 他是狮子山 这王后呢他是杨徽山 我们往后走看一下 这个王后陵呢 他这里是没有开发 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无法到他的地宫去看一下 我们在他的山体上转一转 四山楚王陵 楚王墓的他的地宫呢是非常非常大 步道和涌到的非常非常的长 由此来推断呢 这位王后 他的陵呢肯定也不会小 哇,已经上来了 他这种山段都不会很大 在西汉的这种同龄墓通学呢 他有很多的形式 呃,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还有汉景地的杨陵 他是一样 他在一个营区之内 但是呢,是各起一个分头 但是呢,他两者都不会太远 他会有独立的涌道还有观石 还有就是我们龟山汉墓看到的 他就是在一个墓里面 然后呢,他做成了两个大人间 中间呢,有涌道大川 还有呢,就是一种 他只有一个涌道 一个木道 还有一个铁石 但是后石呢,他分为两个 那这个同龄一群呢 就是典型的 在一个营区之内 然后各有各的墓石 然后两者呢,是没有打通 好,那我们这个楚王王后的杨桂山 首先给大家一看 现在开始前往下一个地方